原本应该是两个人的爱情 却变成了三个人的纠缠 四个人的痛苦 五个人的解脱 海青 复读的高三学生 热爱绘画 而且极具天赋 却得不到父亲的理解 母亲早年去世 和爸爸还有痴呆的外公生活在一起 喜欢男生 且性格内向 有点小傲娇 品君 扮演者黄西燕 她早年的单美作品之一 剧中的品君大四打工学生 应兼职人体模特 而对海青一见钟情 个性独立而坚韧 对待爱情更是执着认真 颜飞 爸总本总 对待工作果决干练 对待爱情却是一团乱麻 发现和同居男友已经没有感情 却在男友一次次求和认错中妥协 继而矛盾不断升级 而见到海青的第一眼 爸总就爱上了他 故事开始 这天海青去采购颜料 回家却发现自己的花被毁了 爷爷向着犯错的小孩赶紧溜了 爸爸回家却不问缘由 责怪海青没有好好照顾爷爷 他一直不支持儿子复读考美术学院 因此父子俩不断产生矛盾 海青本来心情郁闷 却意外在游泳馆 遇见了学习游泳的颜飞 海青几乎是一见钟情 还偷偷拍照 怕被人发现 就在教练只顾着辽妹的时候 颜飞突发意外 海青原本就在注意着他 当然是第一时间发现 跳下泳池救人 人都溺水了 你没看到吗 莫名其妙 这不是你的工作吗 你在干嘛 法妹吗 你在教学好不好 没事吧 他这一顿输出 却让颜飞更加肯定自己的判断 果然这个小家伙 就是喜欢自己 还偷拍自己 男神强势来袭 海青同学 有点招架不住啊 有算你刚才拍我 还有点事 谢谢我 洗澡的时候 还在回味刚刚的舞 本来还沉浸在喜悦中的海青 却被一群人推进了陨石 教练本来就不喜欢他这种人 刚刚还对他大小声 必须给他点教训 而霸总这边 原本就在工作中火大 现在回家 又看见自己下属和男友 溺歪在一起 就很烦 更加无奈的 他对现在的男朋友 完全失去兴趣 只能靠对海青的幻想 才能勉强完成 这么毫无感情的生活 他真的不想再继续了 可对同居男友来说 颜飞就是渣男 他的生日颜飞永远不记得 他的想法 颜飞从不放在心上 不被爱的他 一直都是可有可无的存在 对不起 我真的忘记了 你真的很过分 你今年去忘记两年了 我还以为你今年会记得 对不起 我还以为你定了三个人的位置 是打算告诉你妈 你出柜的事情 当做我的生日礼物 我明天帮你播生日 也问你自己去挑 你要什么都送 真的不用分心 不用 你刚刚我说什么 说你还有 歪 骗人 连生日快乐都没有跟我说 你还敢说很配 我先走了 歪来说 memorized 来 我 erstmal 你又不知道 我再来 爹 个人 小事 合 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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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